不要跟他講話 讓他知道我生氣了 我要不要駕走 然後我就在車裡就跑跑跑 我不要給他上車 快點快點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哦 我是鄭文 最近在Youtube那邊有很多人做一個24小時不理男朋友啊還是女朋友啊之類的東西 就有很多人訊息我講說希望我可以做這個挑戰 可是他們都覺得說我一定不會成功 沒有關係 就算是不成功我也想要報仇 就是高開這一陣子一直在流流生氣 那個衣櫥我已經幫他弄到美美的 可是他每次拿衣服的時候都一定要把他弄亂 講到他呢他還是一樣沒有改 如果你覺得就因為這樣我就生氣 NO 我是很大方的人來的 其實我每次會生氣他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工作狂 睡醒到晚上半夜都在他電腦面前的Editing 怎樣講他他都不聽我 他是獅子座然後我是巨蟹座 基本上呢我都是比較軟的那一個給他吃獅子這樣子 所以我決定這一次呢利用這一個機會 不要跟他講話讓他知道我生氣了 那現在呢我想要先進去房間就是去跟他講說我生氣了 然後看他會不會哄我 其實不管他哄我還是沒有哄我呢 我都會不理他 不要跟他講話然後看他會怕 好好好 Check it out OK 照天玩生氣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人說什麼 Gian Gian 有了 Gian 你燒我什麼 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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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你們啦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我這一個影片應該會是失敗的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多話的人 都是一個比較冷淡的人 冷靜冷靜我才能夠不理他 加油 好 可以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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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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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知道我今天有拍攝的 他應該也是知道我拍不要理他 可是我就是不要跟他教我拍什麼 現在已經是11點了 我又不能夠直接約他七十早餐 所以我就打算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哈嘍 我們11點半吃哈 我覺得我的頭皮 你有沒有跟我講過很傷心啊 很折磨啊 現在已經是11點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要去吃午餐呢 肚子好餓呀 大家 叫我帶你出去 可以跟你去吃 上禮今天是做二十小時的 你看 OK囉 下車走 我要不要駕走齁 看看看看 等他下來 然後我們的車就跑跑跑跑跑 不要給他進這樣子 請坐 那你吃好呢 那你就完蛋了 應該只會去Daisy Bank 他好像有一個Daisy Bank住在呼喚著我 我就去Daisy Bank囉 我看你只會去Daisy Bank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诶 要怎么处理呢 来 我吃 看看我拍了这个insta story 是介绍到reply 刚才已经吃好早餐回来了 没 真的是他不离我 现在我就让他感受什么叫做 不被你的感受 哈啰 喂 来啦 Benny 你是 哦 谢谢你 谢谢你 Benny 快点 拿来 你给我夹吗 要消灭政绩 我要有个蓬蓬漂亮的尘心在 不要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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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吃得完就 我吃完了 敲锅了 这个生个气 嘻嘻 你怎麼會有的啊 所以你今天是挑戰24小時 不要利我那個channel是嗎 我覺得一定fail 玩這樣的東西哪裡玩得夠我 ok 這樣沒有人煩我可以跟傳奇做我的狗 bye bye 他在做工的時候他就不知道時間然後根本就不會去愛理我 他就一直把自己關在他的office裡面開concert 然後他自己很enjoy這樣給你們看一下 好 只要他的世界裡有電腦還有電話還有internet他就可以過火了 我們現在就繼續忍耐繼續的不要理他 我以為他要出來了 可是我等了很久他還是沒有出來 繼續在他裡面聽他的歌 有時候做做做都不知道到底是我在挑戰他 還是他在挑戰 唉 現在已經晚上八點半了 唉 外面都已經暗了 我肚子已經很餓了 高凱還沒有要吃的意思 有點做不完的 所以你們要尊重藝術家 為什麼我要做這樣的挑戰 一個小時過去了 他房間已經沒有聲音 所以應該是要出來吃了 所以應該是要出來吃了 我們等他吧 我們等他吧 他已經出來了 他已經出來了 肚子吶在裡面 每次都要做 阿彎 怎麼樣 你更咬我就沒有啊 我現在這樣幾隻 肚子餓 我好傷的 你更想看 你更加盡我就沒有了 你更加盡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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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站在裡面真的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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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要做的 啊 分後的生活 你應該是想要做的 哈哈哈 你不想要做的 對啦 其實也是對啦 對 好氣吧 為什麼你以後才出來做的 我都在那裡 哈哈 你哪 請揭曉 好 你來吃吃勒 好吃嗎 很好吃 我很餓了 我覺得叫我做這支影片的人很折磨我 因為我每天都是在做工 在家裡基本上就是在剪東西 所以你知道錯了沒有 我也是在寫你的Vlog了齁 我一個禮拜有一天是在剪你的Vlog了 謝謝 所以不是我的錯了嗎 就是我故意要做這支影片 很多人叫我做很想看我背景 背景啊以後不要再做這樣子的東西了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如果你還想要看更多我二者自己的影片呢 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